一、二、三 歐 接踏儀式 原版折功 民眾黨立委黃珊珊基隆服務處的成立 希望透過藍白立委的合作 让基隆能够争取更多资源 解除发展限制 让基隆更加获得发展 由于副市长邱佩玲 是以民众党员的身份来基隆市政府服务 所以市长谢果良相当感谢民众党的协助 也谢谢邱副市长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市政 尤其是公司协力的后车亭 成为全国瞩目的最美战牌 获得各界肯定 先谢谢民众党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邱佩玲副市长 他是用民众党党员的身份 来加入基隆市政府 他尤其负责的这个企业任养公车厅 这一年多来 包括元大金控 然后还有包括Lexus和泰汽车 以及现在全台票选最漂亮的公车厅 就是台序在这个振兵渔港 未来还有新宇航空等 都是基隆现在最重要的特色 所以我想非常谢谢邱佩玲副市长给予基隆市政的帮助 那就要谢谢民众党给我们的帮助 基隆在这段时间 也在这个谢市长的努力之下 打造一个友爱城市 你知道 那我知道 特别是 我知道最近在 邱佩玲副市长努力之下 你们有全台湾第一名的这个公车厅 你知道 而且不是一个 全市民里面占了几个 很多个 全市民不是一个 是占了好几个 所以这个 从小地方开始进步 你知道 那我知道 谢市长也非常努力 要改善这个整个基隆跟台北这个交通 包括这个台铁的这种直达车 家庭这个南港站等等 还有巴度有这个转運站 我想 其实市政就是这样 每天做一点做一点 那不断的累积 就会达到一个友爱城市 那么 黄珊珊会来这个地方 主要是因为 她刚才已经自己讲了 她大学毕业 刚刚考到律师的时候 来这里 当了六年的这个法律服务 你知道 一直到 这六年期间 所以她对基隆有一份 特别的感情 所以我们当时在分配说 谁要去负责哪个区域 她就自告奋勇 说她要这一区 所以我们希望说 她既然跟这个地方 有地缘关系 将来也可以 特别做得特别好 基隆是一个美丽的海洋城市 但是她受了非常非常多的限制 三十年来 其实真正的进步 反而是在谢果良市长上任之后 才慢慢看到 至少 我的角度来说 它的变化真的是 最近才开始比较活络 大家才开始重视到基隆 所以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就来看港务局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中央的单位 尤其是渔港海港 都在中央的控制范围之内 这个城市没有办法发展 其实中央要负很大的责任 地方政府 预算有限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两件事 星期一我们就会开始 财政收支划分法的审议 我们要把大部分的钱留在地方 也希望在地方能够有充足的财源 才能够做相对的建设 第二个 台湾有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全世界所有海港的地方 都是最美丽的城市 都是最繁荣的城市 地灵人节 好地方要有好人才 所以呢 今天这个很开心 我们民众党的 逐渐的进出了基隆 对不对 就是选一个好地方 这是台湾头 三三一个人 在基隆社服务处 台湾民众党八个立法委员 台湾民众党八个立法委员 当后队 其实这两天 我们在立法院工作的时候 我也刚好有这个机会 跟我们基隆市这边 选出来的立委佩翔 跟佩翔兄 有很密切的互动 他让我知道 原来我们基隆 有很好吃的葱油饼 因为晚上的时候 从基隆买了葱油饼 到立法院的议场前面 我相信未来 这边的服务处 在三三的领导之下 我们巴西立委 一定会做基隆市最强的后盾 未来 谢市长在推动市政的时候 需要台湾民众党这边的立委 一起合作 我们一起让基隆变得更好 也请谢市长千万不要客气 现场参与的还有前议长 宋伟丽议员 旅美龄议员等贵宾 与支持的民众 共同出席 祝福服务处成立 凝聚更多力量 来帮忙发展基隆 虽然说我们的人口 说37万多 还不到38 但是我们很多的腹地都是 中央的像国有财产局 港务局 航港局 几乎土地都是中央局的 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 我们当议员的 蛮无奈的 当然我们帮我们市长 也等于是 我们一起加入这有爱城市的服务 我想这是非常好的 尤其珊珊她的服务认真 这是大家都可以 可以有目共睹的 包括我们黄委员 黄委员昨天晚上 我也是看到跟你们一起下班的 今天我真的非常感恩 我们黄珊珊委员 愿意把服务处 在这边 而且黄国昌委员跟 吴春成委员呢 今天来了也代表你们 都是我们基隆友好的 这个好朋友 还有立委 也希望你们能够一起 来协助我们基隆 让我们基隆呢 能够经由这么多年来 大概呢 我在想 将近快要七八十年喔 基隆一直都是在中央的掌控底下 包括我们的台船 也因为 只有一部分的立委 所以呢 我们的台船 大量的减 减少员工 大家都期待在 跨党派的努力下 发挥最大的功效 让基隆的发展 能够跟上趋势潮流 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幸福城市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 基隆报道